王麦玉0比4 王土钦1比4 三大奥运冠军只有孙英莎扛住了 这才叫一姐 到底是怎么回事 聊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周 我又来了 近期的澳门冠军赛亚可谓是风起云涌 众多顶尖高手齐聚一堂 为荣誉而战 然而比赛结果呢 却出人意料 王麦玉呢 0比4惨败 王土钦1比4失利 唯有孙英莎在重重困境当中扛住了 这无疑也展现出了他作为一姐的真正实力 这一次澳门冠军赛进入到决赛日 比赛局势越发的紧张 林诗栋和邱党即将展开激战 孙英莎则要与王毅迪对决 那女队的情况虽然不算太令人震惊 但是王麦玉被淘汰 比分确实呢让人始料未及 0比4的惨败 这在高速如临的赛事当中实属含电的 而男队这边呢 情况更加复杂了 下半区的梁静坤与林高远纷纷失守 上半区的王楚清呢 也未能幸免 以1比4的比分输给了队友林诗栋 导致最终进入决赛的是邱党 进入决赛的这四个人当中呢 大概有三个人会超出了赛前的预期 其中最让人意外的当初王楚清和王麦玉的惨败了 这可不是普通的诉求 而是完全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随着他们的势力呢 他们也不得不重新审视 运动员所面临的状况 奥运会以及后续的商业活动 对他们的影响不容小觑 在这一次出征二门冠军赛的选手当中 孙英莎 王楚清 王麦玉 这三位奥运冠军无疑是焦点的所在 他们在奥运会上肩负重任 在团队中挺身而出 在单项比赛中屡历战功 像孙英莎和王楚清还拿下了魂双冠军 但是呢 因为奥运会的高强度备战 他们在体力和精神上都进入到了严重的疲惫期 而在这之后呢 还有数不清的商业活动等待着他们 比如说在奥运鉴儿香港和澳门的活动期间 他们几乎没有得到休息 各种活动应接不暇 那这样算来的话呢 他们差不多有一个月是没有进行系统性的训练的 那对比之下呢 孙英莎的胜利啊就显得格外珍贵了 在这三位选手中 从实力角度来看 孙英莎确实更胜一筹 王麦玉0比4输给了王毅迪 那要知道呢 活平女队这几年选手实力啊 都是博重之间的 这样大的比分差距不应该出现 这不仅仅是状态不好 更多的是疲劳所致 王楚清的情况呢 也类似 面对年仅19岁的林诗栋 作为世界第一的他呢 以1比4的比分惨败 从他的硬实力来说呀 这样的比分是不应该出现的 正常情况下呢 他与林诗栋的对决 至少应该达到6局以上 可现实呢 是他输的是很干脆 而且在输掉的几局当中呢 没有一局得分 是超过9分的 无论是两个6比11 还是一个7比11 这都说明呀 这不是他的正常水平 解说员在比赛过程当中 也多次强调了这一点 这一场比赛的 他的表现确实不正常 再来看一下孙英莎 他的疲惫呢 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他的脚步 可以看出他的沉重和劳累 但关键在于呢 他挺住了 面对外战的挑战 外部的一个挑战 和对手的强烈冲击 他成功守住了火拼的荣誉 他用行动证明了 自己是当之无愧的强者 他没有被疲劳和压力压垮 而是凭借着顽强的斗志 和卓越的实力 在散场上屹立不倒 对于王麦玉和王楚清的实力呢 我们也不能过于苛责 他们也是优秀的运动员 只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 没有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但是呢 这也提醒我们呀 运动员的体能恢复 和状态调整是多么重要 在商业活动和赛事之间 也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 以确保运动员 能够在赛场上 展现出最佳的自己 而孙英莎的成功呢 则为其他运动员 苏莉拉榜样 在未来的比赛中呢 也希望其他的运动员 都能够从他的身上 吸取力量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不要轻易放弃 好了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这么多 喜欢的朋友点赞 关注咱们下期见 拜拜